中和国小五龙队 竹山高中统军团旗舞 添加了社区太古队 受邀前来表演 竹山镇清水西畔 七所国民中小学运动会 在热闹的气氛中展开 学生们不为低温 展现最热情最活泼的一面 除了七所国民中小学的师生参加 县长李明珍也亲自出席 为学生们加油打气 看到学生们精彩的进场表演 不仅充满了创意 更是展现了多元学习的成果 这样的运动会 感觉上是比较热闹 学生数也比较多 在竞赛方面 也比较能够展现他们的才华 所以今天又是我们入冬以来 最冷的一天 选择今天的运动 让学生在这个寒冷的环境中 能够加强运动 对身体健康 可以更好的帮助 同时也可以抵抗 这个寒冷的天气 我县长今天特地来关来 我们七所国中国小的学生 让他们在运动各方面 都能够好好的学习 活动除了县府 以及竹山镇公所 鼎立相助之外 也获得许多的企业团体资源 县议员蔡孟儿以及油浩 也亲自到场致意 感受学生们的热情活力 在我们锐竹里 就看起来就像是过年一样 那非常的热闹 而且一连串的活动都相当的精彩 可以说我们学校的老师们都相当的用心 那孩子在这个很好的一个环境下学习 成果非常的丰盛 在此呢除了祝福我们今天的运动大会圆满成功 也祝福我们新的一年能够新年快乐 世事如瘾 许多的小朋友他们一早就开始 在暖身摩全茶掌 希望能够在这次七笑联合运动会 夺取最好的成绩 那这次来讲不仅是运动会同事 可以看到在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操场 我们在四周还要举办各式各样 像是园游会许多摊位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许多社区也是在这样子的一个运动会 去做一个共同参与 希望能够在这样子运动会 因为家长也都会过来 还宣导许多的一个健康的知识 教育的知识 以及反毒的知识 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进出校园需采实名制 量体温 酒精手部消毒 戴口罩 出入动线管制 县府期盼师生同乐 活动圆满 在落实防疫政策之下 确保师生安全 记者张东仁 竹山镇采访报道